盈南社区发展协会长期对于额烧福利 长者照顾相当用心 日前也特别安排所做课程 并由专业老师一步一步来带领长者制作 讲普通的纸杯制作成各种劳作作品 借此让长辈达到首脑并用的目的 今天也是我们一星期 例如一到五下午还有课程 我们当中有教老师来教这些手工艺 让这些长者能够动动手动动人 这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明星期又星期五 全天都有在上课 这是让一个集团人 迈广州看电视 让他们走入社区 能够让他们身心健康 这是我们社区的组织和作法 先议员张嘉哲感谢迎南社区蔡理事长 长期对于长者及额烧的照顾与协助 平时安排许多的课程 让长者来社区学习 尤其是借由今天的课程 不仅能够让长者活动到熟稚 也可以学习到许多新的事物 感谢迎南社区长期在社区的用心 不管是额烧或者是长辈的照顾 然后治水防灾等等 在我们南投市的社区表现 都是首屈一指 那这些长辈也非常不容易 尤其今天他们都做了很多 动手的手工艺品 除了让自己的头脑动之外 手脚动之外 这个重要的还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所以长期以来我都非常在意跟重视 社区的发展 社区做得好 我们社区里面的每一个民众的生活 就会更好 这个也是我长期关注社区的主要原因 借由此次所规划的手作课程 除了能够让长者达到活动手指 以及动脑失考的目的之外 也能够丰富他们的生活 记者邱平俊南投市采访报道